朋友们好,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教朋友们画一条红色的花锦梨 我们用清水霸毛笔清透,调和少许的藤黄 加一点点猪标,把它调成一个大一点的鹅黄色 然后刮一下水分 笔尖呢,我们来调和大红 调重一点的大红色 现在我们来画一条花锦梨 笔尖朝前,笔度朝后 倾斜式的去画出锦梨的表现 笔尖缓缓起起,突出鱼尾 然后我们再用笔度稀释一下鹅黄色 把它的腹部呢,我们稍微突出的圆润一些 再沾一点红色,把这个位置我们给它补充一下这种颜色 统一一下这种颜色的表现 我们紧接着再清洗一下笔尖,沾鹅黄色 刮一下水分不要太多 笔尖还是沾重一点的大红 画出鱼尖的另一侧 随即再用重一点的大红画出它的头部 突出鱼头的部位 然后塞盖,我们再画出来留一点点稍许的高光线 头部呢,稍微再给它加宽一些 来突出鱼的这种圆润表现 把它的嘴巴画出来 第一条线要短,第二条线要长 然后它的鱼须,一条短的,一条长的 随即呢,画出它的塞旗 这是塞旗的部位 它的尾部呢,我们要把这个背部给它连起来 到这个位置 尾部,再淡一点的大红,不要太重了 第一笔要稍微长一些 第二笔要短一些 两笔相对,突出鱼尾 然后再上淡一点的颜色,画出它的腹旗 腿旗 另一侧的腹旗 突出一个正面朝上的表现 我们用一点点黑色 把它的背旗,我们画出来 从头部以下的位置 然后按笔提起 突出了背旗的宽度 这个时候,我们毛笔再上重一点的黑色 画上这种花紧离的花纹 塞旗的部位,这个部位也有 它的背部的一侧也有 靠着丝的部位呢,晕染的形式 我们画上它这个背部的花纹 有大有小的,不规则的这种花围表现 当然它的腹部呢,也可以给它代表一下 一种花纹的表现画画 花紧离的这种表现画画 靠着纸张呢,晕染的这种形式 然后它的头部呢,我们也画一条 稍微圆一点的花纹 给它点上一点点 突出头部的花围表现 尾部都有 这个时候我们用毛笔沾重一点的大红色 画上它的鱼鳞 注意鱼鳞的这种变化 可以用重一点的颜色给它突出一些 交叉 距离向等的线条交叉 距离向等的线条交叉 尾部 尾部的距离线我们也要表示出来 然后用重一点的黑色 我们画上它的眼睛 两边的线条交叉 两边呢,一定要对称 这是鱼的眼镜 把它的旗部呢,我们稍微用黑色的线条给它勾一下 突出画紧离的这种表现 尾部 还有它的背部 稍微简单的给它点缀一下这个旗部的根部 突出画紧离的这种画画表现 这样就显得画紧离的特别的完美 简单的紧离画画你们学会了吗,朋友们 再见 再见